第七十六课 一 课文 汉语越学越有意思 又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 我不由地想起去年发生的一件事 春天的一天 我骑车去公园看花 在路上 我被周围的景物吸引住了 停下来呆呆地看着 正在我看得高兴的时候 一声 看车 把我吓了一跳 我左右看了看 没有别人呢 肯定是对我说的 就在这时 又一声 看车 我抬头一看 原来是一辆大卡车 停在我的面前 我想 大概是司机 想让我看看他的车吧 可是 一辆普通的大卡车 有什么好看的呢 这时 司机从车里伸出头来 又喊了一声 看车 没长眼睛啊 这时 我有点生气了 我是人 怎么会没有眼睛呢 不过 这个司机虽然厉害 还是让我先推车过去了 回到学校 跟同学聊天时 说起这件事 我才明白 那天司机所说 看车的意思 原来 问题出在两点上 一 是汉语有一词多意的现象 比如看这个词 就有很多意思 观察 阅读 看望 诊断 注意 认为等 我们初学汉语的留学生 只知道一个意思 观察 不明白司机说的意思 是让我注意路上来往的车辆 注意安全 二 是词的字面译和语境译 字面的意思懂了 不明白它在一定语境中的意思 很多词语说起来简单 可是在不同的场合会有不同的意思 这样的例子 在日常生活中是很多的 比如 每天开始上课的时候 老师常说 好了 八点了 老师的意思是 同学们该上课了 请安静 并不是要告诉我们现在几点了 又比如 正上课时 有人在教室外边大声喊叫 老师走过去说 你们喊什么 这并不是真的问说话人 你们喊什么呢 能告诉我吗 而是 别人正在上课 请你们不要大声喊叫了 学了一段时间的汉语以后 我有了这点体会 今后 在学习时 不仅要注意 学习汉语句子的字面译 还应该注意学习它的语境译 不仅要知道一个词的基本译 还有弄清楚它在句子中的隐身译 文化译和交际译 这样 在跟中国人打交道时 才能避免产生误会 一年过去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 还是那么清晰 一想起它 就觉得汉语越学越有意思 我想 汉语学到这个份上 才算学出了一点门道 你说是吗 二 生词 春暖花开 不由的 发生 景物 吸引 台 卡车 身 喊 掌 生气 锁 点 一词 一词多意 现象 看望 诊断 出 来往 车辆 字面译 语境 词语 场合 例子 日常 比如 体会 隐身 交际 避免 日常 语 语 看到 商 感谢观看